高中女生对班主任老师猥亵 学校得知此事后 却没有对她进行任何处罚 女孩因想不开爬上了35米的高楼 就在救援人员想方设法营救女孩的时候 楼下的围观群众纷纷起哄催促 让她赶紧跳 而女孩最终推开了消防员的手 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营救的消防员趴在高楼边失声痛哭 视频中的画面发生在2018年6月20日下午 当时甘肃庆阳女孩小艺 就站在一栋百货大楼八层的玻璃幕墙外 傍晚7点15分 小艺推开了消防员的手 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营救的消防员撕心裂肺的痛苦 多段视频显示 当时楼下的多数围观者拍摄视频和开直播 催促让她赶紧跳 就在小艺轻声后 还有人发朋友圈庆祝 事后警方拘留了一些现场起哄和视频发布者 她就是发布视频催促的那个人 小艺1999年4月25日出生 甘肃庆阳河水县人 今年只有19岁 她在此前已经有过四五次轻声的行为 小艺在一年前高三毕业 但她却没有去参加高考 而是在西风小十字地下商业街做导购 小艺的父亲说 让小艺选择轻声的起因 是她生前遭到了高中班主任的猥胁 让她觉得人生十分绝望 情绪上出现异常 2016年9月5日下午 小艺在上课期间 也为胃疼 被辅导老师安排在自己宿舍休息 晚上9点多 班主任吴永厚进入宿舍询问小艺的病情室 将宿舍门反锁 对她动手动脚撕扯衣服 还亲吻其额头和脸部等部位 好在当时辅导老师返回宿舍敲门 小艺才得以逃脱 第二天 小艺与学校心理辅导老师咨询后 向学校上报了班主任吴永厚的恶劣行为 吴永厚只承认她去看了小艺 对于期间做过什么 她一直含糊其词 学校处于对小艺隐私的保护 做出了内部处理结果 撤销吴永厚班主任的职位 让她与其他班级老师替换代课 随后吴永厚与小艺有过一次单独谈话 她以道歉的名义 对小艺进行恐吓和道德绑架 让本就情绪崩溃的小艺 受到更加沉重的心理打击 老师跟她说的大概意思就是说 如果张扬出去 你看我都50多了 你年纪轻轻的对你不好 这样吗 你现在就张扬出去 我比如说饭饭丢了怎么样 那你将来咋办 事后小艺对学校处理的结果并不满意 她认为应该取消吴永厚的教师资格 而且在这件事发生后 她的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 由于精神状况表现异常 学校让小艺的家人把她接回了家 经医院检查 小艺患上了抑郁症 小艺将这件事告诉了家人 家人报了警 警方接警后很快立了案 经过调查 吴永厚55岁 是一位多次获得优秀教师称号的化学老师 2017年5月2日 警方以猥亵行为 对吴永厚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学校也对吴永厚做出了第二次处分 把她高级教师的职称降成终极 并调离教学岗位 担任教学辅助工作 此时家人正带着小艺在北京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医生诊断小艺是创伤后应急障碍 她心里走不出当时的情景 才造成的焦虑愤怒抑郁等症状 还会出现轻生的念头 病例显示 2017年6月16日 小艺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 病情稳定出院 但是对于吴永厚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小艺和家人并不满意 于是他们向庆阳市西风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 2018年3月1日 西风区人民检察院对这起案件 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不起诉的理由是证据不足 而吴永厚便称她那天强吻和动手动脚的行为 只是为了确认小艺有没有发烧感冒 检察院最终认为 吴永厚接触小艺是为了进行体温测试 虽不符合常理 但情节显著轻微 不构成犯罪 且小艺在案发次日就被医院诊断为抑郁症 对于小艺患有抑郁症与吴永厚猥猥亵行为 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 相关医务人员无法做出判定 所以没有证据证实 导致小艺的病情与吴永厚的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 由于上诉未过 家长回到学校后的小艺 受到同学的排挤和议论 甚至成了同学眼中的怪人 导致情绪更加不稳定 还产生了轻生的想法 曾次次服用大量镇定类药物轻生畏碎 2018年6月20日下午 小艺在朋友圈留下最后的一言后 坐在一栋百货大楼八楼的木墙外 赶来的救援人员耐心的疏导 但此时围观的群众越举越多 不断有人起哄怂恿嘲讽 怎么还不跳等不当言论 傍晚七点十五分 小艺推开了消防员的手 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事后 记者来到吴永厚的家 但是敲门一直没人回应 邻居告诉记者 在小艺出事后 吴永厚一家连夜搬走了 在他家门口 有自发的群众在墙上和门上都喷刷了邮寄 2018年6月25日 教育局将吴永厚调出教育系统 取消其教师资格 同时 省检察院受理了小一级父亲提出的申诉 2020年4月10日 法院一审宣判 被告人吴永厚犯强制猥胁罪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禁止吴永厚在刑法执行完毕之日起三年内 从事教育培训等相关职业 中文字幕提供